给人们制定饮食规则是一回事 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降低糖的摄入量 对政府、食品工业和个人都是一个挑战 科学家最新建议 每天通过吃糖得到的卡路里 不应该超过总卡路里摄入量的5% 对11岁以上的人 这相当于30克或7块方糖 对7岁到10岁的儿童 不应该超过24克或6块方糖 对4到6岁的儿童 不应该超过19克或5块方糖 但是目前每个年龄组的糖摄入量 都超过了一倍 新标准将对防止糖尿病和蛀牙产生作用 但是专家说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食品工业界声称自己已经在削减食品的加糖量 但是健康活动人士主张食品标签要更加明确 以便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出食品中的加糖量 所以 氏 防止糖筋 rich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